OK 好 來 各位你穿到這本書91頁 我們從今天開始 開始講一些跟函數有關的特徵 講到跟函數有關的特徵 旁邊可能 因為我們空白位置好像沒有很多 我想我畫一個小小的圖好不好 好 來這X種 可以嗎 我現在想看喔 怎麼用一個圖把一些函數的特徵能夠把它表示出來 欸 比如說這樣子 上到2-2了 對對對 2-2了 為什麼要上那麼快 蛤 剛剛上那麼快喔 你知道我們第二章有幾節嗎 我們第二章總共有四節 要考完 要考完 怎麼說斷考 那我們就加5半了 2-2才增加開始 對 我斷考完就一定會放下5月 哎呦不會啦 其實我們5月多斷考對不對 那個其實最後一次考試 我們班有同學他是會有那種所謂的 就是沒有這個學分會完蛋的同學 而且不可能啊 我看過你們成績一定都OK的 對 應該都OK的 老師我們斷考完要幹嘛 斷考完就是你有大學念的同學 就是會放逐自己 不是說放逐自己啊 就是放逐 就學校會把你們集中起來 就是譬如說 拉到圖書館去之類的 那在圖書館要幹嘛 打電腦啊 做你想做的事情 打電腦啊 打電腦啊 你也可以請假在家休息 也是OK的啊 請假在家休息 也是OK的啊 對 那個學校以前都是這麼多 好不好 OK 欸 把這個怎麼畫上去 好啊 來 第一個 好來 好來 欸 同學 函數的特徵齁 來 聽我講齁 第一個我們要研究它的什麼 研究它的起伏 我今天先跟你講它的整個大概齁 來 同學 那你知道什麼叫做函數的起伏嗎 這個講得白一點齁 函數的起伏指的就是這個函數圖形的什麼東西 地增跟地減 increasing 跟decreasing 就是說這個函數喔 它是地增 或者是一個地減的狀態 這個我們一般來講 稱為起伏 好 那為了節省我們課本 就不要抄太多的所謂的筆記齁 同學這個地增地減喔 在我們課本裡面 它在第幾頁有談到這個概念呢 來 同學你把那個頁數喔 把它標上去 地增地減是在我們課本的第91頁 就是剛好在你現在這一頁的最下面 欸 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什麼叫做地增地減的定義好 來 同學91頁喔 下面那個橘色的框框喔 你用銀光筆這個把它空起來 好 那這個部分喔 我可能就 來 我們先看一下它的內容 他說 f of x 是個十函數 十函數 十函數 s1 s2呢 是一個B區間 A B裡面的任意兩個時數 好 他說如果s2比s1大 那麼函數值f of x2 大於f of x1 你把那個大於 來把它圈起來 f of x2 好 大於f of x1 那我們就說 這個f of x 在這個區間上是 嚴格地增函數 所以你把嚴格地增函數 這六個字畫起來 嚴格地增 那如果說s2大於s1 那我們會得到f of x2 大於等於f of x1 那這裡其實你稍微可以體會一下 教學 嚴格地增跟地增 有什麼差別 你感受到嗎 他插了一個等號在那邊 可以嗎 好 那這個你可以想想看喔 我覺得你可以想一個問題 教學 什麼圖形是嚴格地增的 那什麼圖形 它是純粹就是地增的 就你懂嗎 就是說如果反應在圖形的結構上 這兩者之間有什麼差別 你去思考一下 然後當然我們可以定義嚴格地增 也可以定義所謂的嚴格地增 還有一般的地減函數 我想這個91頁下面這裡 它給地增地減一個非常明確的定義 OK 那除了我們之後 會研究它的圖形的起伏之外 接下來 教學來第二點 我們要研究這個圖形的什麼 我個人把它稱為叫封谷 朋友們 你知道什麼是封跟谷嗎 所謂的封谷就是這個圖形的什麼 來 極大值跟極小值 來 極小值出現在什麼地方 來 極小值 來 極小值出現在什麼地方 極小值是出現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懂我的意思嗎 極大極小值嗎 這個就是封跟谷 我以前曾經跟同學講過 極大極小值跟所謂的最大最小值 其實在數學嚴格的定義上 這兩者之間是 概念是不太相同的 課本在什麼地方有談到他們的差別嗎 來 課本在第一百零幾頁 我看一下 我都聽有查 一百零四頁 有談到這兩個的定義 所以現在麻煩同學 我們現在翻到課本一百零四頁 來 請你往後翻 往後翻 課本把它放在比較後面的地方 來 一百零四頁 現在你有看到它下面那個定義的部分嗎 極值的定義 來 你放到一百零四我等你 你還沒抄完的你先抄 我們這邊也不用急 我們就講些原則性的東西好不好 極值的定義 我把它命過一次 來 我們一起看 他說這個c 是這個函數定義域中的某一個數字 而且在定義域c中 那個c附近的每一個數 同學 螢光筆拿出來 把c附近的每一個數把它畫起來 如果他跟他旁邊的那一些數 來做比較的話 我們發現呢 f of c都會大於等於f of x 那麼我們就把這個f of c 稱為這個函數的一個最大r 對不起 講錯極大值 把一個極大值畫起來 聽懂嗎 所以同學 我跟你講 什麼是極大值 極大值就是他跟旁邊的人比他比較大 他就是極大值 你聽懂嗎 那我們再接著繼續往下看 他說如果a是這個函數定義域中的某一個數字 而且在定義域a中的附近每一個數 他這邊只是想要講極小值的概念 這個沒什麼 這個就是跟極大值是一樣的想法 跟附近的人來比 如果他是比較小的 那麼他就叫極小值 那接下來你看那個跨幅2 那個跨幅2 他在講最大最小值 那到底最大跟極大有什麼不一樣 你看一下那個跨號2 他說b呢 是這個函數定義域中的某一個數 而且對於定義域中的每一個數x 同學你公平畫起來 定義域中就是在這個函數有定義的那些範圍裡面 對不對 每一個x喔 這個f of b都會大於等於f of x 簡單來講他是跟所有的人來比 對不對 不是跟旁邊的人比 他是跟所有的人來比 他都是比較大的 他是最大的那一個 那麼我們就把f of b稱為叫最大的誰 對不對 那有最大值當然不能定義所謂的什麼值 最小值 所以我現在我想這個很簡單 來同學問你極大跟最大有什麼差別 來簡單解釋 極大就是跟旁邊的人比 最大就是跟所有的人比 聽懂嗎 就是這個概念 所以現在你看到那個104頁下面的隨常練習 來這個題目我們用看了就可以看出答案 他說下面有一個多像式函數的圖形 他在BG間-46之間 我們現在定義在這個範圍裡面 請你觀察這個圖形 找出這個函數的最大最小值 還有極大極小值 好學你看到那個圖回答我 最大值 來你看這個函數的最高的那一個點 那個Y座標是誰 講話最大值是誰 5啊 寫上去嘛對不對 最大值是不是5 來同學 那最小值是誰 負3啊 最低的那一個點嘛 他跟所有的人比他是最小的那一個嘛 那同學極大值 極大值只要跟旁邊的人比就好 所以來你告訴我 以那個104頁的圖形來看 極大值有幾個 你先告訴我有幾個 其實有三個你知道嗎 有哪三個 一個是5 一個是誰 3 一個是多少 負1 你有看到嗎 就是那個A點 珠點跟F點 對不對 你有看到齁 來同學 那極小值有幾個你知道嗎 也只有三個 一個是1 一個是負3 一個是負2 所以同學你現在應該很清楚 知道我在講什麼東西 可以嗎 最大最小值極大極小值的概念 這個很清楚 OK 所以最大值一定是極大值 那極大值不一定是最大值 好 那我們這邊講所謂的峰跟骨的概念 來翻回到前面 你翻到那個第91頁的地方 我們微積分其實最主要研究 是接下來這個第三個部分 這個第三個部分 同學前面給他一個信號 來我跟你說 微積分最主要 他在研究這個部分 同學起伏對不對 地增地減 第三個我們要研究他起伏的什麼 難易程度 我們要做一個比較深入的研究 那初學者來我這樣講 同學一樣是地增 來我問你喔 這樣是地增對不對 這樣也是地增對不對 同學如果你把它當成是爬山 你覺得哪一個爬山是比較輕鬆的 哪一個是比較被 爬山啊 你覺得那一個人 一個人站在這邊 一邊被刷 他要爬山 他要爬上去 好 你覺得這樣爬比較輕鬆 還是這樣爬 這樣爬會比較輕鬆 你覺得上面比較輕鬆 還是下面比較輕鬆 可以不要爬 下面這個比較輕鬆吧 下面這個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他的切線啊 他的切線斜率 是不是都是正的 可是你越往右邊的時候 你的切線斜率會越怎麼樣 你的切線斜率會怎麼樣 是不是會定解 你是不是會越來越平衡 剛開始可能很累對不對 喔他爬很累 可是你爬上去之後就很輕鬆了 有沒有 可是這個怎麼樣 這個東西 來你注意喔 他的切線 在這個地增的範圍裡面 你會發現 他在每個點的切線斜率都是正的 對不對 可是你會發現他的切線斜率是地增 所以你一開始爬可能覺得還好 可是爬到這邊 這應該有點爬不上去對不對 是不是越來越辛苦 所以我們之後會去研究 函數圖形 即便他是地增或者是地減 我們都要去研究他起伏的那一程度 你聽到嗎 這個是地增 那地減也有 譬如說地減有怎麼樣 有這樣子的 這個是不是地減 對吧 還有一種地減是怎樣 是這樣子有沒有 對吧 你看這個是不是都是地減 你們有看那種007的地理嗎 男主角 可是常常都會滑雪 他滑雪都會滑這一種還是這一種 正常人都是滑什麼 正常人滑雪是都滑這一種 對不對 正常人 那種007的男主角滑都是滑這種 這樣滑然後整個人就飛出去有沒有 有沒有 看電影啊 就是這樣才刺激啊 這樣滑然後就哇 整個人就噴出去那種感覺有沒有 對不對 就是你懂我意思的 有吧 那種看電影就是這樣子 欸 那我跟你說 這個是起伏的難易程度 之後我們會慢慢的跟同學來做解釋喔 好 那圖形的特徵來第四個 第四個 圖形可能會有什麼東西呢 會有所謂的漸進線 OK 欸 同學那漸進線你知道漸進線有三種 有哪三種 漸進線可能有所謂的水平漸進線 那也會有漸直漸進線 像我這個圖這樣的話 同學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有漸直漸進線 那漸直漸進線怎麼找 分五為零的那個地方 就是漸直漸進線 而且我跟你說 事實上圖形不一定只有水平跟漸直漸進線 有時候還會有這種所謂的什麼漸進線 血的漸進線 這個以後 我們課本現在已經拿掉了 這個以後你自己去研究 好那接下來第五個 第五個 有的時候圖形會有所謂的對稱性質 這個我來問一下同學 同學我們在什麼地方學過圖形的對稱性質 比如說有種什麼函數 幾函數跟偶函數啊 對不對 我們以前是不是學過什麼函數 就是你知道什麼是幾函數嗎 幾函數圖形會對稱什麼 都忘記喔 雲點嘛 那偶函數的圖形會對稱什麼 Y軸嘛 對不對 所以有些圖形它本身會有所謂的對稱性在裡面 這個我相信同學是知道的 然後接下來第六個 有時候我們會去研究所謂的根的問題 可是我個人的觀念是覺得 同學你知道根是什麼意思 這個圖形根誰的焦點 S軸的焦點對不對 求根的問題其實很重要 在方程式裡面 有時候你要去解這個方程式 怎麼把它的根找出來很重要 可是我覺得以圖形的觀點來看 那個根其實有點不是很重要 就不太重要 那個根的位置到底在哪裡可能就還好 我個人覺得這個起伏 遞增遞減 極大極小值 還有這個起伏的難易程度 這個東西會主導整個圖形的結構 這樣子OK嗎 我們這個先對整個圖形有個基本的想法 好 那現在在我們的課本裡面 我開始來講一個東西 好 我來定義喔 來 DEF 我先簡單喔 我們從這個遞增遞減開始 可以嗎 來 同學 什麼叫遞增 來 S1 大於 S2 如果導致呢 F of S1 會大於 F of S2 簡單來講 你講X如果越大 你的Y跟著越大的話 同學這種情況我們稱為叫什麼 叫遞增 那遞增有兩種 一種是一般的遞增 一種是所謂的嚴格遞增 OK 我就用這個符號 DEF 這個同學是清楚的 這樣可以嗎 那如果今天 S1 大於 S2 好 結果 F of S1 來 效於 F of S2 對吧 S越大 結果它的Y值反得越小 那這個圖形顯然一定怎麼樣 這個叫做遞減 這個遞增跟遞減的定義 我們可以把它說明清楚 這個沒有什麼 那我現在有講一個小東西 來 這邊寫一個 key 講到這個遞增遞減 如果我現在考慮一個一次函數 F of X 它叫做 M X 加 P 一個一次函數 又稱為性性函數 我知道這個有點那個 但是叫性性函數其實也沒有關係 那其實我們都曉得 同學 這個 M 代表這個圖形的什麼東西 這個 M 代表這個圖形的什麼東西 斜律嘛 對不對 這個大家都知道啊 這個我們高一的時候就學過 大家都知道 知道什麼事情 同學 這個 M 這個斜律如果是正的 來 你告訴我 這個圖形一定是怎麼樣 斜律如果是正的這個圖形一定是左下到右上 對不對 所以它一定是遞增的情況 對嗎 斜律如果是正的 它圖形一定是遞增 這個大家都清楚啊 那斜律如果是負的 那這個圖形肯定是怎麼樣 肯定是遞減的 對不對 這個太直觀了 不過我可以問一下 有人會正這件事情嗎 等一下 你會證明嗎 這個證明大概一行就結束 我這個給你看好不好 OK 要怎麼證明這個東西喔 來 我用F of S1去減掉F of S2 來 這樣可以嗎 我這樣寫你結束 好 那你看喔 相減啊 我們這邊是不是都有M 然後把M提出來 他說會檔M 然後這邊是S1 減掉S2 K你相減是不是K就不見了 就知道我在做什麼事情嗎 同學 我正晚了 你有看到嗎 同學你看喔 如果這個斜律啊 這個M是正的 那我問你一件事情 S1如果大於S2 是不是代表這個傢伙一定是正的 對啊 正的成正的 這個東西一定也是正的 它也是正的啊 那是不是代表F of S1 一定會大於F of S2 對啊 很合理嘛 對不對 這個證明他一行大概就講了 聽懂嗎 很簡單嘛 好 OK 來看一下 這一次函數的地增跟地減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隔壁班在上部幾個 你知道隔壁班剩幾個 八個 八個 我不知道 我剛才經過他們班 數了一下八個人 為什麼剩八個人 這個禮拜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都去面試了嗎 是不是我愛你面試 身上面有什麼 可是我們班人還真的很多啊 奇怪 我們應該要下禮拜 下禮拜 跟你一樣 嗯 我也不會 我不會 六個 gravity 這打一定會拿啊 他剩下了個ой 他剩下了個ose 二十個 他剩下的時間 要高大 一十幾而已 他剩下的 愛 那個正門是要未來 她也會非常無關 他會拿高娜 沒有 單學 但前陣子都整天 下禮拜我們幫他同學人做兩遍 為什麼 為什麼史布爾還敢請十學科 什麼東西 他前兩天跟我說他十學科要請三姐他就被浪掉了 他怎麼沒說 他過學校就好了 他過學校就好了 他那時候跟我說他還剩下三姐 他昨天請二姐今天又請二姐 這我不清楚 因為我對這種規定實在其實也不太了解 來看我這邊 看我這邊 來看我看我 哈囉 不要聊天啦 我問同學一件事情 我們昨天講那個信心逼近 跟函數的地震地震有關係 我問一下 他會什麼叫信心逼近 你可不可以一句話解釋就好 不要說一句話 就是能不能簡單的解釋 所以我們的學生就有個問題 你知道嗎 就是說很多概念其實你懂 但是叫你講你會有一點 好像不知從何下什麼那種感覺 那像我們昨天叫那個信心逼近 這昨天才講對不對 那你覺得如果要你簡單的解釋 什麼叫信心逼近 你會怎麼解釋 好這樣講 來 我認為信心逼近喔 他是在一個極小範圍內 好寫一下好 好 複習一下昨天講 在一個極小的範圍裡面喔 然後怎麼樣 切線可以模仿函數 我個人覺得是這樣子 在一個極小範圍裡面 這個切線的行為跟函數的行為是差不多的 切線來可以模仿 欸 仿這個字怎麼寫 這樣 函數 寫錯了喔 真的假的 仿不是這樣寫嗎 只有小範圍 只有模仿嗎 磨小還是什麼 沒有這樣喔 不是只有一個方嗎 這不是房小 這不是房小小嗎 我以為對不起郭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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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以為對不起郭老師 所以他以模仿的方法 只有一個方 只有一個方 喔 只有一個方 又被那個哭沒了 唉呦 我的天啊 唉 這樣嗎 喔 對 對 這樣就沒有錯了 好啦 這不要記憶 不要記憶嘛 聖學老師這個 不要太那個 好不好 來 你比如說你之前回到去考過遊戲 考什麼 我又沒有上 為什麼 難怪上去 你是不是 錯這一個罐 來 這個 我這樣講喔 來 你看喔 A 來 在這裡行為良好 好 假設他其實也是存在 A A 好啦 來這邊喔 來 同學問你一件事情喔 這個F'A 這個線線斜率 是不是大於你 那我用線線逼近的概念 讓你直觀去感受 同學 在一個所謂線線逼近 是在這個極小範圍內 在這個很小很小的範圍裡面喔 同學 線線可以模仿這個函數 他們兩者之間雖然有誤差 但是在極小範圍內誤差極小 我們幾乎可以用它來模仿它喔 講模仿我覺得這個詞用得不錯喔 好 那同學你知道 F'A A大於0 代表這條接線的斜率是正的 那同學 斜率是正的 代表它是什麼函數 代表這個接線 這個一次函數 它在這個地方 它整個都是递增對不對 那也就是說 這一個原來這個 Y等於F的X Y等於F的X 這一個函數啊 如果你在這個點的接線斜率是正的 那就代表在這個A點的附近喔 這個函數本身是怎麼樣 它是一個递增的狀態 很直觀嘛 非常直觀喔 所以F'A大於0 那就代表說 這個F的X 它在X等於A的附近 我們講附近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它是一個递增的狀態 OK 好 這個應該對同學來講 會覺得OK啦 可以接受對不對 沒有問題 我看一下我們的時間齁 呃 不夠啦 我覺得應該要再講一個關 不要上 什麼不要上啊 這個我們要做 優勝 我們